则援 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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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接款 不但要接款 还有秘密 我这个政府官员怎么不知道 你知道的比我还清楚 你就是那个造谣自氏的人 王秘书 既然你都不知道 那我就来告诉你 朱启贤现在在纽约 吴鼎昌在伦敦 两个人由电报遥控 陈璐负责谈判 你要是有本事 让陈璐出来对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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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出来 公使先生日理万机 没有工夫搭理你们这些惹是生非的闹是狂徒 王俊 我问你 这么一会儿你给我们学生扣了好几顶大帽子 我们怎么闹识狂徒了 我们怎么无理取闹了 你倒是说说 这是哪一个说的不是事实 是 是 是 不是 不是 不是小人 公学们 我请你们对我尊重一点好吧 别张嘴小人闭口卖国贼 你们一个个就像一个细子指挥在这眼忠诚 先生 借款是否人在进行 借款细则到底如何 贵国诸部长人在何处 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我也有问题 一切无可奉告 没说完呢 宗徐之 这一定是你背后主使的吧 公司管对你薄吗 郎俊我告诉你 您别让说 我照顾 ellas 私 mus son 1921年8月13日 留法华人召开第二次巨款大会 反对密约 法国政府颇于强大压力 宣布无限期终止借款谈判 北洋政府的借款密约彻底破产 中国学生的爱国行为 触怒了法国政府 法国外交部只含中国驻法公使馆 通知将取消对留法学生的所有维持费 并筹划将学生领袖全部遣送出境 这使得中国勤工检学生的处境 更加困难 童子 我的孩子 你们有工作吗 但这不是很简单 我有一些费用的费用 生活是困难的 因为费用的费用 是很简单的 找到工作 甚至是为了美国 我明白你的费用 我真的抱歉 但如果不费你的费用 我会购买你的房子 我会购买你的房子 你们看大家平时就住在这个地方 这 这都住了多少人啊 已经超过五百了 五百个 怪不得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这些啊都还是身体不好的 身体好的都被赶出去散步了 赶出去散步啊 对 这里 这里都是留学生吗 全部都是留学生 我说老师 你这怎么又给我领回来四个你这 还嫌我这不够乱是不是 好 为什么敢出去散步啊 这里住满了人 是违法的 邻居都已经投诉了 所以社里平时不敢住太多人 让他们出去散步 等到天黑了呀 他们就都回来了 哎呀 天哪 你来 这里没得地方了 到处都是人呢 姚素 我觉得这里 已经不是华法教育协社了 简直就是灾民避难所 何止是像嘛 简直就是避难所 咱们呀 就是难民 亚平 这里不是有这么多帐篷吗 我们几个住这里可不可以 这里都已经住满了 哦 倒是有一顶 啊 因为前几天死过一个学生 还是空着的 可是没人敢住 你们 你们 那里不是有别的地方吗 不 我们去看看 去看看 看看吧 看看再搜嘛 你们看 这些帐篷呀 都是法国退伍军人协会赞助的 是帆布的 所以可以防雨 就是白天有点闷热 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出来吵吵风 要得要得 放心吧 我能够照顾好他们 你们快来 过来看看 就在这儿 累死我了 还挺大 不小啊 怎么样 对了 那个学生是怎么死的 肺结核 不过卫生署已经来消过毒了 应该不会传染吧 那他睡在老个地方呢 那好 那和他一起住的学生呢 他们害怕都搬走了 哪天死 前天夜里 前 火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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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这个地方不能住你知道吗 不能住 谁爱住谁住 反正我们住啊 火连说的对 我也有点感触了 能不能再给我们换个地方吧 真的没有了呀 我说你们两个 放着这么宽敞的地方不住 我们去哪里住 造全 下 我们俩坐 走 谢谢 这刚死了人 怎么说 也得过了头七 对 死人怕个什么 都是天涯沦落人 即便是个孤魂野鬼 也该照顾照顾我们 你们真的都不住 好 好 那我住 你不看看吧 我呀 还救助这个地方 你别管我 对了 要不这样 你们现在就赶快走 剩我一个人在这儿 这里就成了我的大总统府 我 那好吧 那我先走了 你们要有事的话 继续找我 好 好 要得要得 谢谢你哦 这 这里 确实没其他地方了 咋够办 霍林 咱们要不要买点香啥的 拜拜 法国上哪儿整这些东西 再说了 他要真想害你 怎么拜都没用 好 那位逝去的兄弟 四川李火莲 给你磕头了 以后多多照顾啊 陈医生 多多照顾啊 多多照顾啊 你本国也不惯勇的吗 别别别别别 跟别别 妈妈 妈妈 救我 我要回家 救我 妈啊 妈啊 救我 我要回家 妈 怎么了强儿 叫强儿 我要回家 你换一个面不就是了吗 妈妈 救我 赵全 许贤 我看看怎么回事 这么疼啊 我看看 发烧了 咋够办了 我有个办法 但不知道管不管用 现在有啥子办法 赶紧拿出四个哈赞 不行的话就赶紧找医生喽 我来 赵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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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你要干啥子 给他放放血 我妈说了 人生病就是体内有瘀器 我给他扎里着泡泡皮 血就能把瘀器栽出来 病自然就好了 你快点扎呀 你平时不是最大胆的 你要是不行 我跟妖宿 那就更不行了 你快扎嘛 你 你亲点儿行不行 疼 没死多大劲儿啊 那血 血都紫喽 忍着点 赵全 怎么还叫 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 赵全 扎一针不管用 赵全 再忍一下 赵全 忍着点 赵全 最后一下啊 莫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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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烫了 我们吃这种面包 来 同学们 来 都来领餐吧 来 都来领餐了啊 每人一份面包 一碗奶酪汤 来 都有啊 来 这边是面包 对边来 请康 好 来 小心烫了 好 来 来 好 来 打完了 就去领面包啊 面包领了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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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 来 这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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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对不起啊 这个食物都发完了 要不 大家先回去 我们再想办法 好吧 好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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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这要再吃不上饭 那不得把人饿死啊 好了 这样吧 等我找到工作 有了钱 我亲自给你们做一锅 回锅肉 我跟你讲 我做这个回锅 不要说了呀 喂得抽筋了 这样 我派电报 把我姨娘叫过来 让她给咱们做 十锅的辣子鸡 十锅 让所有人吃个够 别说了 别说了 再说啊 我这个口水掉流出来喽 喂 赵全又哪儿去了 这个赵全呢 一天到晚 神秘兮兮的 我说 问她哪里不舒服呢 还不说 你说 她不会一个人出去的吧 她要是出来 还不来找我们 不行 我饿死了 我躺会儿 我不管 这样的那儿 如果把装铃走 别发生 我扔了 这是我们的 还说 我扔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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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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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ith 某茜茜茜茜茜茜 hav 一定有什么事吧 坐吧 公使大人 我听华法教育会的人说 法方准备停止给学生发放维持费 你问我们公使馆干什么呀 你们教育部不是有熟人吗 你们可以直接问他们去 公使大人 您有什么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 法方誓言毁约 国内撒手不管 货水都往我这儿推 这么多学生 要吃饭 要住宿 要工作 要学习 你说我能做什么 朱部长曾经当着你我的面 答应给我一笔活动经费 我想先支三个月的 宋先生 您担忧的事一见没做 反而背道而吃 有资格用这笔钱吗 有没有资格 陈公使心里最清楚 宋先生又想干什么了 明天早晨 我来拿钱 她们吃饭 你都吃饭 这才叫没的是虾蒜油 两个面包一碗 早就早没有了 来 要不咱溜了回去吧 我特别想坐过去睡一觉 人家罗雅萍都说了 说我们华侨协社邻居投诉了好几次 超圆超圆 我们要是回去一辈逮住 那疯了华侨协社 我们就真的没地儿住了 你看 放眼望去 就还是中国流队 人外国人不知道情况了 还以为中国学生都吃饱了 成了六十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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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修 鬼儿子 跟他怎么聊呢 他怎么就亲你了 对对对 搜出来让我们大家也听 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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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呀 就是不告诉你 好你个重色轻有见色忘义的 我这也不算重色轻有见色忘义吧 我们那是 那是我们俩人的秘密 好 我们回去吧 给我去 教材 给我去 不是 那个 我都说了 那个 只有三次信 你先要老子交代 又死了一个学生 还是费结合 殡仪馆的人在身后 他们每个人都戴了一个酒精口罩 怕被传染 怎么都是肺结合 肺结合流传 跟营养不良有关 法国人就很少得这种病 得病的大部分都是中国秦国建学生 还有一个得精神病的 已经送精神病院了 这已经是第五个了 华侨系社就那么点地方 住那么多人 空气污浊 温生条件极差 要我说呀 还会有人 还会有人当病 我们还有多少钱 全部都在这儿 就这些了 还包括咱们这个月的房费 就拿去 我们总比那些穷学生办法多 其实我也募捐了一笔钱 本想着去市场里 买一些基本的食品 可是一看价格太高了 能买得很少 背水车锡 我去找王罗飞 他总知道哪儿的东西最便宜 我跟你一块儿去 这边的二面 有点大禅 声音乐 位置 他总知道哪儿的 开心天谁 我们没有 那儿有一个人 随み 这一路不舒服 没有 他总知道哪儿的 请进 你好 来 这是我们女生吃不了的 就拿给你们来吃了 谢谢 赵全呢 约会去了 我们都身流水尽 就是她如样花明 对啊 想不到吧 赵全约会去了 约会 赵全说她认识一个法鬼女娃娃 两个人如胶似气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真的 那多罗曼迪克呀 还罗曼萨子迪克呦 再过两天 连饭都吃不起了 真要混不下去呀 回家算了 勤工俭学 勤工俭学 三个月没得学上 半年又没得工作 现在连吃住都成了问题了 还来在这儿做仨子啊 我也这么想的 我们到法兰西来嘛 是来读书 学本事的嘛 现在书摩在读本事 学不到我们来干仨子嘛 啊 哈 契古鑽子既然来了嘛 现在又不能就这么回去 现在回去的话 哪里有脸见父老乡亲呢 饭都没得吃了 还顾啥的脸面 谢谢 你怎么想呢 我不吃回头草 开工就没有回头见 你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数他年纪小 数他心肠硬 连他娘都不想 咋个会不想呢 好几个晚上 我都听见他在梦里喊 妈妈妈 真的 姚叔 我怎么没听到啊 你简直是煮熟的鸭子 嘴巴按喽 真是若飞给咱们帮了大忙啊 要不然没有这些土豆 真不知道留学生们 该吃些什么了 王若飞 别 可别这么说 这么多土豆 我一个人可扛不了 团结才是力量 团结才是力量 所以啊 创建组织的事 大家考虑得怎么样了 首先我先表个态啊 我举双脚赞成啊 去年我和润芝写信的时候 就谈过这个问题 没事 没事 他完全赞同 没事 师不我在 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了 是啊 我们先前的错误 就在于没有建立一个坚强的总统 大家想好教程的名声没有 我考虑考虑 叫共产主义青年团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看叫少年共产党更好 我觉得不太同啊 国内已经有一个共产党了 我们还是成为团组织比较合适 我们叫少年共产党 和国内还是有区别的 少年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两个共产党 这关系恐怕会理不顺 有什么理不顺的 少年共产党可以归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 那为什么一定要叫共产党呢 叫共产党不是更合适吗 我的誓言兄 共产党三个字 有号召力啊 很多人啊 都是靠着这个才来的 同学们安静一下 听我说啊 咱们现在自愿组合 每五个人一组 来领马领鼠 每人两个 听明白了吗 明白 好 来自愿组合领土豆来 赵大哥 你们消息灵通 李昂大学的事怎么样了 同学们 李昂中法大学的校长吴志辉先生 现在就在来法国的船上 不到七天他就会到达法国 他一到就着手招生事宜 好 但李昂大学都招多少人啊 对 同学们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我们算了一笔账 留法勤工原生一共一千八百人 其中两百人 已通过各种办法 安心在校读书 另外有两百人 已安心在工厂做工 像我们这样没书读的同学 只剩下一千四百人 而李昂大学可容纳一千多人 全部接受我们都戳戳有余啊 好 同学们 我们读书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你们听说没有 中法李昂大学又要开始招生了 而且专门收我们这种勤工俭学生 怎么没听说 消息都传开了 大家都高兴坏了 就是 是 你们说一下 如果莫兰能跟我一起去上学 那该有多好 这个学校只招收中规留学生 你的莫兰是法规人 同学校只招得很小 那我怎么办呢 那他咋够办呢 耿赵犬 有你的信 我了 耿赵犬 讨厌 哪个 哪个会跟你写信用 不晓得 莫兰 快给我看一下 谢谢 谢谢 别闹了 快给我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不用了 回来 快拿给它 我们看一下 我看你了 Gun,你是个嬉害的 你很高兴,有点好感到你 但你知道,在世人 更多爱,我们还需要奶油和泡 我们不够能够一起 我已经离开了 我希望你会有真好的偿 赵拳 莫兰在信上说 他只是对你有好感 并不是爱上你了 你以为他亲了你一哈 就是爱上你了 你说啥 小鼠 人家赵拳已经很难过了 你就不要这个样子说了 好不好吗 我就知道 我就是个中国穷学生 他咋够会看上我嘞 穷学生怎么了 你不是说你还要开大工厂呢吗 再说了 他瞧不上咱 咱还瞧不上他呢 我不许你这么说 莫兰是个好姑娘 个呱呱子你还替人家说话 我连 赵拳 要我说啊 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 它是强求不来的 有句话叫做 天涯何处无芳草 说不定有一天啊 这个爱情就降临到你头上了 到时候你就晓得 你今天的这个思恋 只不过是你爱情经历当中的一个 小插曲 小插曲 对 试个啊 好喽 我看我们三个还是出去走一下吧 让赵拳一个人待会儿 赵拳是个明白人啊 他想的明白的 走 走 不至于你不了解赵拳 周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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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至于 回来 回来 回来走了 你别瞎想了啊周拳 走 1921年9月初 由中法合办的李扬大学复课 留法的中国勤工俭学生 在困境中瞧手期盼 等待入校 他们并不知道 校方已暗自改变规划 在国内大量招收自费生 将留法的勤工俭学生 排斥在外 我们怎么回来 很可怕 李扬大学 是为我们这些穷留学生筹建的 怎么现在又把我们拒之门外 李扬大学 是我们青工俭学生自己的学校 是以我们的名义 募捐集资建成的 可到头来 却把我们一脚踢开 我们不能 也绝不 给那些有钱人的子女做家医生 错不在那些学生 是那些世卫俗餐 团藏寻思的官老营在口味 我在想 李扬大学的突变 还有可能改变吗 当然可以 上次借管的事 把人上钉钉 我们都能解决得了 李扬大学是我们自己的学校 是我们多年求学的梦 为了这个梦 我们不能抗争到头 与其等着他们施舍 不如我们自己争取 读书本来就是我们的权利 这个权利不能用任何理由被人剥夺 资金问题是核心问题 如果核心问题不解决 抗争没有用 如果抗争没有用 我们就占领李扬大学 对 我们应该搬到李扬大学去住 校舍是为我们建的 我们才是主人哪 对 你说得太对了 咱们早就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了 大家不要冲动 如果我们占领李扬大学 这就属于违法 如果我们硬冲硬创 肯定会重蹈二八请愿的覆辙 我同意实验的意见 强障李扬大学绝对不是上策 当务之急 是让李扬大学 重新接受我们中国留学生 还有一件事情 我希望这个消息 仅仅局限于 在这个房间里的人知道 不要再往外扩散 我怕同学们知道以后 引发方面情绪 是 消息一旦被公布 那些苦苦等待的 留学生们会有多大的打击 就是那天 那天还记得吗 我跟所有的人宣布 李扬大学将全部接受我们 你在场 你也在场 我们看见他眼睛里边写些什么了吗 他们当时有多么高兴 可现在呢 难道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吗 那你们说 现在该怎么办 我觉得 是吗 权力一定要争取 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 一味地硬充硬闯 我们只会吃亏 还有恩来 我觉得 纸终究包不住火